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小鳥很可爱 然后这个是黄鹰 他们两个在这边玩来玩去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就想说把它拍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可不可爱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after 现在是我的before 我这个眉毛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然后它有一点掉了 这样掉了七七八八的 所以我想说今天来做 然后 然后画眉是它先把我画一个形 这是我今天要做的样子 然后最后它用那个棒棒笔 然后在上面点轮廓 然后最后帮我上麻药 那这个麻药呢 要敷个十五分钟 所以就是这样 我说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它会帮我贴那个保鲜膜 然后敷麻药 然后现在就是等十五分的时候 然后让我小小的休息一下 啰 这十五分钟 其实你可以玩手机 或者是闭眼休息都可以 OK十五分钟过后了 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步骤 就是上色 然后它今天用的这个笔 是针状笔 不是那种一字形的笔 然后它会像这样子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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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眉毛上面上色 然后我现在已经上完麻药了 所以我不会感觉到痛 然后因为麻药会退嘛 然后所以它会需要这样子左右交换 反复的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上麻药然后再敷 然后再另外一边 然后再继续再上色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呢 是介于浅咖跟深咖的中间 然后他们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肤色的 然后像这样它会一直反复的搓 然后反复的上麻药 然后所以这整个情况我会感觉 我觉得眉毛会脏脏的 可是感觉不会到痛 然后他们说结束之后呢 眉毛会有点红肿红肿 不过这是正常 然后两到三天之后呢 它会开始结痂会脱皮 然后会有皮肤脱屑的情形 所以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OK 现在给大家看after 这个是我做完的样子 然后他们说我这个样子很像帅美人 大家觉得漂亮吗 很好 然后我接下来呢 要去一个地方 OK 今天是要去MBS 它这边有一个草地 这边是宝石杰他们在做一个秀 然后我来这边做拍照 然后在这里我认识了两个网妹 然后他们也来这边拍照 我就觉得这个很漂亮 然后这是一个设计师 他在这边做的一个作品 然后他主要以几何图形的一个 就是气球拱门做一个造型 然后夜景跟白天完全不一样哦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一系列的自拍照 我当天我是用iPhone11红色 然后还有带我的自己带的那个自拍棒 然后这样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然后我拍照主要是以九宫格的构图 然后主要以它这个紫色的气球造型 还有就是后面的金砂的建筑物为一个主体做拍照 所以你如果拍照的时候你可以把人放九宫格的右边 或者是人放九宫格的中间做拍照 然后建筑物呢 你也可以放在后面大概九宫格站两个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其实拍照会比较写实有距离感 会整个轮廓拉很深 然后接下来我要到MBS里面 OK进来MBS里面之后呢 它现在的装饰都很新年的样子哦 今天主要是要找Gucci的这个牌子 然后因为最近有一个电影很火红是讲Gucci的豪门谋杀案 那它主演呢大家都认识 就是我们的Lady Gaga 然后它这个电影里面是讲一个品牌 它的跟黑寡妇的一个故事 然后今天还有去JP摩根大楼 然后JP摩根也是一个价值投资的好股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很难得发现一个橱窗是没有东西的 然后我觉得简单也是一种美 分享给大家谢谢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Fern来不会 你在公里 是什么 AB extrem d 虽然